網紅勾二質疑直播主連千億發行NFT涉嫌詐騙 雙方不斷隔空交火 連千億還在律師陪頭下去地檢署 扣高勾二妨礙名譽 連千億稱自己的話被斷章取義 而網紅鳳梨也跳出來 27號在臉書開直播 痛拼連千億製造社會動盪 就連911團長春風28號也在IG發文 表示他所認知的兄弟 不是因為次輕多還是賺了點錢 還是仗著背後勢令龐大 處處欺壓人 這起風波還牽扯台中大甲媽繞境 回端當天 連千億到場後 就跟台中文人螺絲鳳梨坐在一起 事後還PO出合照 被質疑借此拉抬身世 螺絲似乎不想被捲入紛爭 28號深夜發聲明切割 強調從頭到尾沒有參與其中 希望外界停止益測 這場勾二與連千億紛爭 不只越演越烈 牽涉的人也越來越多 TBS新聞綜合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